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等待抄底好时机 不要把鸡蛋放在同一个男子里 低买高买 投资世界充满了丰富的词汇 让智的专家提出各种稳赚策略 你是不是深感认同 全盘接受 然而 身兼资料科学家和财富管理专家的尼克 马朱利表示 这时候 你需要依赖数据与证据 而不是盲信与猜测 因为各种长久存在的看法 并不总是对的 不适用于每个人或每种情况 马朱利出身普通家庭 上大学前连股票是什么都不知道 每天担心钱不够用 因此对金钱产生严重焦虑感 读过许多多投资书及文章 并终实遵循了作法 然而他对未来的恐惧 为了解开金钱的迷团 他拿出身为数据科学家的专业分析股票市场 创办金钱与数据部落格 持续发表以数据分析为基础的投资理财文章 将看来枯燥的数据化为生动又人人能懂的故事 成为财经界最有特色的部落格 持续买进的力量 就将原子习惯一样强大 他分析了近百年股市数据后 得出的终极答案是 最安全可靠的赚钱方式是 持续买进 就是这么简单 不需要分析公司价值 也不需要判断是牛市还是熊市 就将原子习惯一样 最重要的是持续做 这也就是成本平均法 即使是上帝也无法击败成本平均法的报酬率 骂住你以严格的数据和证据挑战已深入人心 但此事而非的投资假设 结论常与我们的直觉相背 让人大感意外 例如 你不该手握现金等逢低买进 你一心等待的低点可能迟迟未来 结果市场持续上扬 措失了多愈或更久的福利成长 职效远远落后于尽快买 经常买 持续买 不买个股 买ETF 根据1926年至2016年美国股市的研究 只有4%的个股表现优于国债 爱客森美股 苹果 微远 企业和IBA 你有信心选到的是4% 而不是96%吗? 除非你是选股高手 否则追踪大盘指数的 ETF才适合你 大幅修正是买进的好机会 你不必害怕在牛市里一买进就下跌 数据指出 投资1920年至2020年间跌幅超过五成的时期 未来年报酬率超过25% 买房是好投资吗? 在1972年至2001年间 把每月缴房贷的钱拿来投资 SP500指数 并把股息再投资 将能赚到4倍报酬 还不包括买房的税金、收线等成本 如果你买房不是为了自住 租房就好 FIRE 财务独立 早早退休 事办得到的 但是你不一定要FIRE 没错 百分之四发责 退休的储蓄是 退休后第一年的 预期支出的25倍就可以退休 而且研究指出 你每年会越花越少 但是你最该想清楚的 不工作 生活里能找得到那些意义 维持那些关系 作者发挥了他身为资料科学家的优势 把故事和数据巧妙地融合在一起 提出了持续买进的投资策略 他在书中强调 无论是牛市还是熊市 只要长期持续地购买 就可以稳集稳打地累积财富 这种策略能获得的报酬 甚至超越了那些 只在市场低点时购买的投资者 更有意思的是 这本书不止提供了全新的投资视角 同时也建构出一套完整的投资架构 主要分成两个部分 储蓄、投资 储蓄的部分会教我们该存多少钱 如何存更多钱 如何没有罪恶感地花钱 投资的部分会教我们为什么该投资 该投资什么 以及该在什么时间点投资 无论你是投资新手或老手 无论你现在的财务状况如何 都能从书中获得很实用的方法 以下分享四个令我印象深刻的收获 一、个人理财最大的方言 作者指出 像是在美国 所得收入属于后段班百分之四十的家庭 他们的税后收入和生活支出 只能勉强打平而易 对于这些人来说 如果他们光是靠着醒吃兼用 反而会严重影响到生活的品质 导致吃得更不健康 生活得更不开心 因为光是基本的生活支出 就已经占据了他们大部分的可运用资金 这时候还要叫他们小喝一杯咖啡 小吃一顿大餐 小看一场电影 愿这样可以致富 这就是最大的方言 光靠折省支出 是无法致富的 作者指出 最牢靠的致富之道其实是 增加你的收入 投资于生财的资产 特别是对于年轻人而言 要善用自己的人力资本来提高收入 像是出售自己的时间 帮某间公司工作 出售自己的技能和服务 具有专业能力的人 可以开班售货 如果你旧有商业头脑 你甚至可以销售一种产品 赚取可以区模化的 可持续性的收入 还有最后一个 也是最常见的 创造收入的方法 就是在即场往上爬 因为根据资料 因为他们具备两样年轻人 没有的东西经验 金钱 而这两样东西可以从那边获得呢? 答案很简单 传统的职液路线 所以 作者大力推崇 我们可以走传统职场途径来提高收入 虽然刚起步的几年 不会让你变得超级有钱 可视 这会让你学会如何跟别人合作 以及发展专业技能 事实上 招九万的工作 仍是大多数人创造财富的途径 他在书中写到 对于所有刚起步的人而言 认真投入你的正职工作 同时深化专业技能 培养多元兴趣 学习沟通与建立人物 绝对是最重要也最值得投资的事 结论就是 虽然这些增加收入的建议 听起来会有点辛苦 有点慢 可视 这正是最牢靠的创造财富的方法 因为折省支出是有极限的 但是增加收入是没有极限的 最重要的是 找到方法来增加目前的收入 把更多的钱投入到生财资产 二 为什么股票很适合成为生财资产 书中把这些资产分为好几种资产类别 股票、债券、房地产、小型企业的投资或加盟、权利金等等 因为股票涵盖的资产范围狠阴 而且入门的门槛狠低 所以包含这本书在内 很多的投资理财书、投资最后 都用不开股票这个关键子 所谓的涵盖范围狠阴 指的是在股间市场里面 你买得到债券的ETA 你买得到不动产信 你买的公司股票 本身就代表真实在运作的企业 这里面当然也包含的权利金 产品跟服务的各种交易 这样讲完一轮 其实股票就包含了前面所提到的各种资产类别 而入门门槛狠低 指的是你可以花几千元就买到股票 相反地 你必须要花几十万、几百万、甚至几千万 才有可能去买债券、买房地产 或者加盟连锁店和投资某一间企业 透过股票购买生财资产 虽然起似的金额可能很少 但是你确确实实拥有了某一个庞大资产的一小部分 就像你买了某间公司的股票 你就是他的股东 这间公司的营运获利 都会依据股份的比例回到你的身上 三、为什么你不敢买个股 市面上充满了很多 让人眼花缭乱的资讯 告诉我们哪间公司表现很好 这间公司的股票多么有前景之类的 然而作者身为资料科学家 就引用了最简单易懂的财经数据 告诉我们不该买个股的真相 像是作者就拿主动型基金经理人来做比较 所谓的主动型基金 就视背后有一个专业的分析团队 专门帮投资人挑选一堆有潜力的个股 打包在一起变成一档基金 如果哪这些专业基金的投资表现 来跟美国标普大盘的表现做比较 可以发现在五年的期间里 百分之七十五的专业基金经理人都输给了大盘 时间拉得愈常 输的比例就愈高 就连这种全职的专业团队都难以赢过大盘了 像我们这种散户挑选个股的胜率是非常低的 在股票的世界里面有太多的例子显示 极少数的人可能连续十年打败大盘 但是却在第十一年翻车甚至到赔 股票市场是一个很奇妙的存在 根据数据对于挑选个股的人来说 时间拉得愈常赢过大盘的胜率只会更低 因此作者就提出一个质疑 为什么要做你无法证明自己擅长做的事情呢? 他指出这种不确定自己在未来那一天 会翻车的感觉,真的很周深 当然,如果我们只是拿资产的一小部分来小市伸手 让自己对股票市场有一点参与感 作者也不是完全反对 书中提到的比例是5%到10%之间 而其他90%到95%都是买大盘 4.什么时候买股票比较好? 关于买股票的时机点是一个大家经常关注的重点 但是作者在书中强调,无论是牛市还是熊市 只要长期持续地购买,就可以稳扎稳打地累积财富 书中谈到买股票时机点的章节,非常精彩且有说服力 我简单翻译成白话闻给大家了解 而详细的数据根图表,我强烈建议大家找这本书来认真看 作者计算了两种投资方法 第一种叫做平均成本法 也就是无论市场景气的好坏 未来每个月固定投资100美元买股票 白话闻就是不用管股票市场是高是低 只要傻傻地持续买进 第二种方法叫做逢低买进法 也就是每个月存100元 只在股市下跌的时候才买进 而且市刚好买在两个历史新高点中间的最低点 俗清抄底,只要股票没有跌到底部 你是不买的,你觉得那一种会带来更好的报酬 直觉可能会告诉我们 逢低买进的策略一定最好 那有可能会输,结果最有趣的事 根据历史数据的计算 经过40年的时间 平均成本法竟然会赢过逢低买进法 原因就在于 你可能一直在苦苦等待那个最低点财卖 而把钱放在身边不敢投资 因此错过了股票上涨时候的福利成长 包含资本和利息的成长 错过上涨所造成的伤害 反而比买在最低点的好处 还来的更严重 因为大多数的股票市场 在大多数的时候是上涨的趋势 而使用平均成本化傻傻一直买的人 虽然会买在一些历史高点 但是它从内不会错过任何的上涨 这也是这本书的书名 想要告诉我们的道理持续买进 你应该尽早投资 且尽量经常投资 难以适中的理财好书 整体而言 持续买进这本书既有数据的支撑 也有故事的点缀 刚好落在一个很理想的甜蜜点 是我心目中的投资理财好书 如果你对于储蓄和投资有兴趣 想要知道有数据支撑的理财方法 这本书的全面性 可以带你一次了解各种理财资产 还可以帮你建立一个 稳健的股票投资心态 投资真的永远不延迟 宁可快点学会正确的投资方法 开始持续买进 仍不要呆错在原地 错过了未来源源不绝的报酬 推荐给你 这本充满洞见和智慧的投资指南 一起在投资的路上 踏出稳健的步法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在原地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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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